好了,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來講 接下來2月16日星期三跑馬地賽買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包攬場合 買鐵三角,跟大家買三隻馬匹 終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七場 這場第七場是我們的四班草地斯蘭1650位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馬匹 就選擇一隻由冷門騎師來騎的馬匹 說的是由陳嘉禧騎的保賢德德 為什麼這次會選擇保賢德德來買呢? 我們先看看保賢德德的賽事 這隻保賢德德在今季就已經跑了七場 七場裡面沙田草地跑過,跑馬地草地也是跑過的 路程方面由1200米跑到1650米 班次由三班跑到四班 至於成績方面,這隻馬其實在今季都沒有贏過的 一路跑來跑去都是234、568的名次 但是為什麼這次我們都會選擇這隻保賢德德來買呢? 原因是因為這次其實是挺看好陳嘉禧的 我覺得這匹馬這次有機會是靠陳嘉禧來爆爛的 原因是因為發現到其實陳嘉禧騎這隻保賢德德都是不差的 其實這隻保賢德德曾經由陳嘉禧騎過一場跑馬地1650米的四班賽事 當時這隻馬就跑過第二回來的 基本上跑過第二已經是說這隻保賢德德跑得最好的成績 這場馬由陳嘉禧騎來的 當時基本上輸頭馬都不是輸得遠的 輸那隻龍戰士只不過是說少少的 輸一個頭位 如果你看回這場賽事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其實龍戰士當時是說省了跑的 但是相反那隻保賢德德是說蝕著跑的 而且最後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保賢德德是說不斷出現外閃的情況 外閃是說很嚴重的 但是最後都能夠衝近跑回第二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表現都叫做不差的 如果他不是外閃 不是在轉彎的時候虧了一點點 這隻馬基本上應該是在這一場能夠贏得到的 更何況你再看保賢德德其餘的對手 其實這隻保賢德德當時是說贏爆谷 天衣無縫事必飛飛這些馬 其實這堆馬都是說不差的 好像這隻爆谷一樣 爆谷今場跑第三 12月15日跑第三 但是之後他再出 都是說連續幾場跑 這個跑馬的1650位四班賽事跑得好 連續兩三場都是說能夠進到架 所以這隻爆谷又是一隻不差的馬 而這隻保賢德德能夠贏得到這隻爆谷 所以我覺得他跑1650米跑馬地 都是說有這麼多的實力 因為這隻爆谷最近贏馬那幾場 其實都是說贏了 未來這一場 那隻保賢德德對著那些對手 你看回1月19日跑馬地1650米四班賽事 其實這隻爆谷跑第一 而他這個第一 就是說贏了 紫賽福聲和包莊風雲這些馬 紫賽福聲就是未來的二號 包莊風雲就是未來的四號 未來這一場馬這兩匹這樣的實力馬 由兩位大師傅騎的 何則耀和田太安騎的馬 都是說要輸給這隻爆谷 而這隻爆谷之前 又是說輸給這隻保賢德德 所以這樣算一算的話 這隻保賢德德 道理上應該是說高過 未來的這隻二號紫賽福聲 以及這隻四號的包裝風雲 那還要再加上 其實在12月15號的這場馬上 這隻保賢德德 也都是說跑贏了 是必飛飛這隻馬 是必飛飛就是未來的五號馬匹 之後還有一隻移昌勇士 移昌勇士就是未來的九號 還有一隻一鋪成名 一鋪成名就是未來的12號 所以你這樣算一算馬的話 這隻保賢德德已經是說高過未來的同場五匹馬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保賢德德在未來的這一場 絕對是說有威脅的 更何況接下來這一場 這隻保賢德德 也都是說能夠排著漂亮檔 四檔來跑 再踏著一個曾經騎這匹馬 騎得最好的騎士 陳佳希上去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都是說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馬匹 選擇這隻一號的 保賢德德 好了 講完這一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 就是這隻六號的海島才子 為什麼這次會選擇這隻馬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海島才子的賽職 這隻海島才子在今季 都是說跑了六場的賽事 在這六場裡面 沙田草地跑過 跑馬尼草地也是說跑過的 路程方面 由1600米跑到1650米 班次一直在跑四班 至於成績方面 這隻馬已經是說越跑越好 由他季初的第十一 跑一下跑一下 已經跑到最近的第三第二 都不斷入格 而且這隻海島才子 其實最近這一場的表現 真是說相當出色的 為什麼說呢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隻海島才子 最近一場如何跑 一齊去片看看線 好了 一開閘了 一齊來認一認 到底哪隻馬是海島才子 海島才子 就是這裏的一隻 淺藍衣服 紅色帽 紅色帽 已經指著了他 一齊看看這隻馬 今場如何跑 好運寶寶寶在中間 裡面都很大件 是那隻請喝茶 再看到外面匯巨達人 第四位 裡面那匹 進龍飛騰 內蘭第五的馬 還有粉紅眼罩 就是那隻天空之城 第六位 紅衣白帽 在外面那匹 艷艷圓碎 尾四是紅龍 尾三是雲彩飛揚 尾二的 暫時殿後的馬匹 有這隻海島才子 縮在後面 是寶然德德 轉圓這個就是滿冠灣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好運寶寶 可以放在前面走 玩具達人 零射小隻 在第二位 第三位的馬 都是大隻的 請喝茶 第四位 就有這隻進龍飛騰 第五粉紅眼罩 是天空之城 第六位 紅衣 在他外面 艷艷圓碎 後面那四匹馬 紅龍 尾三位置 雲彩飛揚 尾以淺藍袖 那一匹 是海島才子 暫時殿後 依然是那隻寶然德德 去到對面 直路的中尾段 好運寶寶 還緊扣薑城 帶來了一個多新位 換句達人 就跟著第二 內蘭 第三位 還請喝茶 外面第四進龍飛騰 第五埋便 就是天空之城 要拿出去的 艷艷圓碎 後面那四隻 紅龍 海盜才子 在背衫 淺藍衫 後面的馬 雲彩飛揚 保然得得 剛剛把他趕過 好了 正直到直路了 好運寶寶 拋下 拋下條薑城 仍佔了大約一個新位 看到外面 艷艷圓碎 上緊來 圓蘭追又紅龍 請喝茶又散不曬 外面上還是海盜才子 馬嵐中間 保然得得 接近中尾 好運寶寶 還是佔先少少 外面上緊來 是海盜才子 第三名的馬 有中間位置 保然得得 還有裡面那隻 請喝茶 就相當接近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好運寶寶 重現真身 放在前面走 其實最後那幾十米 就買了一些力藥了 不過都頂到 海盜才子衝上來 第三名的馬 保然得得 第四名 請喝茶 好了 整場賽事 就已經看完了 大家看到 這隻海盜才子 今場如何跑 這隻海盜才子 其實你看他在轉彎的時候 這隻海盜才子轉彎的時候 其實被這隻頭馬的好運寶寶 帶掉了差不多七至八個馬位 但是居然這隻海盜才子 都能夠 竊著來轉彎 轉那個彎都轉到七八疊 的情況下 衝近 跑回第二 追那麼多 我覺得海盜才子 真的挺有實力的 最大的重點是 上場海盜才子跑的 這個第二 他對著是強組 他對手不弱的 你看看他對著哪些馬 上場海盜才子就輸給好運寶寶 這些馬 但是他贏哪些馬呢 他是贏寶賢德德 請喝茶 還有艷艷元帥這些馬 寶賢德德這匹馬 剛剛才提及過 他在接下來的一場都是值得買的 但是居然這隻海盜才子 連他都贏得到 所以這隻海盜才子 真的相當有實力的 還要贏了請喝茶 和艷艷元帥 艷艷元帥這一匹馬 在今場跑過第五 1月26日跑第五 但是之後 他再出跑多一場跑馬 1650米4班 都是說保重的 所以其實這一組馬 都是說強的 保賢德德和海盜才子 這兩匹馬 能夠贏得到艷艷元帥 我覺得這兩匹馬 真的有實力了 還要海盜才子 在今季越跑越好 這些越跑越進步 越跑越好的馬 還要接下來再搭潘頓上去 我覺得似乎是想開齋想贏了 所以這場馬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就選這隻6號的海盜才子 好了 講完這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第三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 就選擇這隻3號的行進寶區 為甚麼這次會選擇這隻馬呢 我們先看看行進寶區 各個賽席 這隻行進寶區 在今季跑了很多場 但是這麼多場都是跑沙田的 沙田早點跑過 沙田黎地他也跑過 路程方面 由1200米跑到1650米 班次一直都在跑四班 至於成績方面 這隻馬其實在今季都沒有贏過 看起來沒甚麼了 重要啦 這隻馬其實是一隻十歲的馬 十歲的老馬在今季又沒有表現 但是為甚麼 接下來的場合我們都會選擇買他呢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行進寶區 其實他的賽職是有一點點鼓滑的 雖然這隻馬最近跑過第八 完全沒有表現 但是其實他輸 都是說輸得有原因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我們一齊來看看這隻行進寶區 上場阿波件事 又是阿波件事 他怎樣跑 一起去片看一看線 好了 一開閘了 一齊來認一認 到底哪隻馬是行進寶區 行進寶區就是這隻 紅衣黑帽的 紅色箭嘴已經指著了他 一齊看看這隻馬 今場怎樣跑 變快的嘛 見到外面為止 有鼓朗精彩 在外面多多寬笑 最出紅鐘簾 走上去外面 藍莊精神 中檔位置放不到 紫色眼罩 就奧遊之星 內蘭黃衣 紅帽 新威王 外面藍衣 在馬嵐外面的位置 還有一隻愛馬劍 中間紫色衣 跑得好 厚一點的馬 有極速奔馳 大約 美六 粉紅衣 內蘭出不快 粉紅衣 美五健康快區 拍著健康第一 美三是請喝茶 後面兩隻紫色眼罩是恆盡寶區 內蘭包尾是奮鬥重心 轉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是多多寬笑 外面紅鐘列馬 中間夾著第三位有澳遊之星 內蘭第四 孤朗精彩 藍眼罩 第五還有藍莊精神 第六位 淺紫色衣 中檔位置 跑得好 在它裡面有新威王 走進去健康快區 拿出去有極速奔馳 還有健康第一的馬 好 入正最後直路 多多寬笑 鬥著這隻澳遊之星 看到大外蕩 極速奔馳上來 中間還有跑得好 圓蘭推進 還有這隻健康快區 最後百多米 內蘭穿上來是健康快區 外面位置還有極速奔馳 再看到中檔位置就跑得好 大外蕩是健康第一 接近中的健康快區 是贏到沒得跑的 第二名相當接近 健不健康 外面健康第一上來 中間還有極速奔馳 裡面是跑得好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健康快區 其實它出閘不快 小小隻又靈活 又捐捐了進去 就揣上來拋掉贏了 第二 是不是又健康呢 外面掩上來 跟中間極速奔馳 就要拍照 裡面是跑得好 好了 整場馬就看完了 大家看得到 這隻恆進寶區 這場怎麼跑 整場賽事看完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隻恆進寶區 其實 它的賽職 這個第八 是說不可以做得準的 因為 進到直路的時候 居然 騎士將恆進寶區 走進去內蘭 來塞車 是吧 那我塞足整條直路 基本上這隻馬 就是沒有跑過的 最後是說 捉住回來跑的第八 跑近馬群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恆進寶區 其實這一場馬 輸得都挺不底下的 還要留意得到 恆進寶區 捉住回來跑的 這個第八 上場對著的對手 都是說不差的 不算是說太差的 你看回當時 他也是說 對著健康快區 健康第一 極速奔馳跑得好 這些馬 甚至是說 都贏了奧遊之星 鼓浪精彩 奮鬥重心 甚至是請喝茶 這些馬 大家看看這隻恆進寶區 贏的奧遊之星 這場馬 他跑過第九 但是之後再出 這隻奧遊之星 都是說能夠保重 跑到第一 所以 其實跑輸給恆進寶區的馬 再出的成績 都是說不差的 甚至是說 這隻請喝茶 也是 其實請喝茶 這一匹馬 就是接下來一場的八號 曾經其實他都是說 輸過 給那隻恆進寶區 恆進寶區 當時是說 捉住 捉住回來 都贏到這隻請喝茶 而你又看回這隻請喝茶的賽車 請喝茶在今場 跑過第十二 但是之後他再出 再出都是說跑近的 轉了場地跑 跑馬的1650米4班 都是說跑近 跑到第四 而他這個第四 還要是說 對著剛才我們提及到的 那兩筆實力馬 是說和海島才子 保然德德這些馬 來跑跑的第四 所以 這隻請喝茶 在之前的這場馬 輸了給恆進寶區 所以我覺得這隻恆進寶區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如果他不失車的話 應該就是能夠跑出一個好的成績 那還要再加上 這隻恆進寶區 他那個賽職 都不知道是不是說格沙的 你看回他今場 最近那幾場的表演 第三第八 第三第八 這樣跑的 還要這麼巧上場塞車 都不知道是不是格沙 一場好 一場差 那接下來這一場 就似乎有機會 是說跑得好 那還要這隻馬 轉場地 那從沙田轉去跑馬地跑 那隨時這隻馬 在跑馬地的表現 就說更好 那因為跑馬地的對手 相對他在沙田對著的對手 都是說比較弱一點 而且這次跑1650米 那我相信也是說 對這隻恆進寶區來跑 因為他之前贏馬 贏馬的路程都是1650米 你看回他曾經是說 贏過一場沙田來地的1650米 四班賽事 那所以1650米 都是說對這隻恆進寶區來跑 那所以這一匹這樣的馬 隨時在來的一場 真的轉場地爆懶都不出奇 十歲的啦 老馬來的啦 那我相信他 接下來可以出賽的次數 都不是說太多的 那所以我相信這一隻馬 在來的一場 都會搏到盡來跑的了 那所以這次的馬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3號的 恆進寶區來試一試 那我看看這些馬 能不能夠爆到懶 好了 那說完今場馬 我們會選擇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了 那這次我們就會買回 連贏及位置Q這個彩池的 那之後就把我們剛剛提及到的那三匹馬 買一個鐵三角互穿 來買回這個彩池就可以了 那這次就是這樣買了 那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那不妨試一試這三匹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都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掰掰 versions 保音樂 我們下條片 你答案 是否可 我們下條片 看 其實是 我們下條片